是老仔脾氣 師傅 他也是一個年輕人 可能 但有時中國人就是這樣 他也是一個年輕人 你會見到 同一個對比 傳統禪現在也是 有個記者去批評他 就說 你不玩運動時是一個白痴妹 那你就是說 你發現 你這個現代社會 尤其是 有人 吹嚴負勢 但有些人特意要唱反調 要搏取眼光 先坐那些 肌肉是 聲話又 不好意思第一節我們弄了很複雜 所以遲到 現在的技術 搞定了 這樣 人都齊了 可以了 都要提提各位 記得 comment subscribe 和share 還有其他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亦都是不需要錢的 大家 只要浪費幾秒鐘 按訂閱鈕就可以了 拉下去 全部的鐘仔 再按 拉下去按鐘仔 再按全部 這樣 其實 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 很有力的支持 記得做這個動作 當然也可以透過Patreon 月工計劃 如果你說不懂Patreon 也可以透過payme 或者轉數快 要聯絡 98627332 亦都可以現場課金 試一下 按鈕 要提一下 有人問我 9月1號的地址 其實那年有貼圖 如果你們報名 9月1號 我會在一個禮拜前 將所有詳細資料 給大家 亦都叫一個remight 記得有這個活動 因為我到時才收大家的錢 但是我 就要在一個禮拜之前 就要給幾千元下訂 因為你們買東西 都要材料 這個很公道 就是預訂了別人的地方 希望大家繼續用WhatsApp 來通知我 其實都剩下幾位 基本上就是 有些人甚至不知道這個活動 我可以跟牛哥義工吃飯 咦 有什麼你們都沒有通知我 其實我不再去個別通知 我怕有時打擾到某些人 如果你在看我們的節目 你一定知道 9月1號有這個活動 你一定會聯絡到 如果你上去 這樣 回來了 剛才都熱烈討論 熱烈討論完 可能是這樣 你剛才說的 傳統事業這個個別例子 是Apply不到的 可能他真的選擇不讀書 但我想說其實 在很多西方社會 已經將這個基礎教育 我講基礎教育 是視為一個 不知是權利還是必須要 否則我們香港 怎麼會有9年免費 但強迫的教育 不如你跟共產國家 講這些話 花氣 他們怎麼會注重這些 你是工具 當你是人去 他不是觀賞江澤民的說話 我們溫飽權是最重要的 成名了 他怎麼對你第二回事 溫飽權是最重要的 你未成名之前 未出名之前 全部都是工具 嗯 韓國有這樣嗎 香港也是這樣